首先新闻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本土疫情从去年延烧到今年 而原本只有西安一个地方 而如今浙江 宁波跟海南 河南都出现了感染源不明的疫情 在当局清零政策大旗之下 不但1300万人口的西安封城近两个礼拜了 而130万人的河南宇州也从周二凌晨封城 但是在封城配套措施不足的情况之下乱象四起 包括粮食药品来不及配送 防疫人员围殴一般民众 甚至还用罗马载运防疫物资等等 而为了尽快的缓解乱象 周二提出社会面清零新概念 把所有可能感染者集中管理 降低社区感染的机会 希望能够尽快解封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 昨天全天内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8例 其中陕西95例 浙江8例 河南5例 中国本土疫情从去年延烧到今年 而且爆发疫情的城市也从去年底封城的西安市 扩展至当前的浙江宁波与河南宇州 其中西安市全是1300万人 因为封城被迫关在住所近两个星期 却因封城配套不足 各地旅船缺粮 断药 民众骂声不断 各种封城乱象更是层出不穷 包括防疫人员围殴买馒头纸机的年轻人 甚至威吓对方交出手机 事件引来CNN关注 连没有进入封城状态的陕西省丹凤县 也传出当地为了防疫禁止车辆出行 结果街头竟然出现以骡子运送大批抗疫物资的画面 网友痛批硬是把一个5G时代过成了古代 官方赶忙灭火强调那是民众自发捐赠物资 西安当局则为了平息舆论怒火 向部分住宅社区发送免费蔬果 这段配上音乐明显带有宣传意味的人肉送菜影片 上周五发布后被炮轰作秀 网友痛斥当局把一个人与一辆手推车就能做好的事 交给28个人来做 不但浪费人力更增加染疫风险 官方赶忙改嫌议策 先发公告解释上周五防疫人员围殴民众事件 强调动手打人者已经道歉 并且刑事拘留7天 官媒更积极宣传西安各地的物资配送已经逐渐到位 我们为了这个小区群众的精准服务 我们有这个降压药 降压药 这是这个胰岛素 还有这个女性用品 婴幼儿用的 这个纸尿裤 奶粉 各种需求 我们都确保在这个群众居民的生活上 精准推送精准服务 为了让西安的封城状态尽快结束 官方周二企更推出一个新的防疫标准词 叫做社会面清零 社会面清零呢 就是说我们之后 发现了所有的新的确诊病例 都在我们已经隔离的密切接触者 或者是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 那么在我们社区 已经不存在这个社区面的这个疫情传播了 当局强调 只要能达到社会面清零 就可以解除封锁状态 社会面的清零呢 也就是意味着社区内的没有传染源了 也就是为我们下一步复工复长 恢复正常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样呢我们也就可以走出家门了 为了能尽快达成社会面清零 西安市周二企展开新一轮 1300万人核酸检测 但因为用来记录核酸检测结果的 手机软体一马通再次当机 导致检测被迫暂停 北京当局为了不采取欧美国家 与病毒共存 坚持清零政策 早前已经创造出包括动态清零等概念 我们现在的这个坚持的动态清零目标 并不是说灵感染 而是说发现有一起疫情 就迅速的扑灭一起疫情 我们指挥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 然而清零政策所需付出的社会代价极大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 周一公布的2022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中 直指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是全球最大风险 因为一旦清零失败 中方恐被迫进入更严格的闭锁状态 届时不但损及自身经济 更会让全球供应链与通膨情势雪上加霜 尽管清零政策风险极大 但在北京冬奥还有一个月就要登场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各地对于疫情的防控仍坚持采取最严格标准 例如目前已经有三例无症状感染者 而且感染源不明的河南省宇州市 周二凌晨起进入封城状态 全市130万人按下暂停键 至于一年一度为期40天的中国大陆春运火车票 则选在周一开卖 今年的春运为了加强防疫 不但在车票贩售上增开了更多网上购买或退票改票的选择 减少实体接触 更加强车站与进出人流的防疫与检验措施 受那个疫情影响 那么我们近年推出一个需要绑定联系方式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希望旅客来的时候 可以资助在官方网站也好 小程序也好 都可以事先绑定好 在清零政策大旗下 中国大陆以严格手段与疫情对战之路还很长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